实际上有个非常著名的治疗故事 没有 我把你和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联系在一起 对对对 就是那个 千里偷毒 不是千里偷毒 他千里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寻找我这个病人 我这也是治疗 你看就是这谁呢 这德国的铁血首相比斯曼 比斯曼 比斯曼他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睡不着 就是结果就是有一个江湖医生 把他治好了 为什么叫做江湖医生呢 因为当时也是这个学员派不怎么认可他 就是这个人用的办法非常的 就是比方说他不是用药啊 不是用一些什么方式啊 这个人怎么办的呢 就是这是很符合后来的这个心理咨询中 就是关于睡眠的这些理论 就是这个人就 他就他这样来治疗比斯曼 当比斯曼 比方每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他就穿成一身制服 或者一身固定的服装 他就坐在那个比斯曼的床前 也不说话 也不跟他聊天 反正就守着比斯曼睡觉 比斯曼睡着了 他就离开了 但是等第二天 比斯曼要起床的时候 他又穿着同样的一身衣服 然后就出现在比斯曼的床边 然后同样的姿势坐着 等比斯曼一醒 就发现 这是昨晚上 这个我睡觉之前 见到这个人 今早就醒了 见到的还是同一个人 连续几个晚上 就是比斯曼就能睡着了 那后来那人走了吗 万一那人走了之后 比斯曼又睡着了 这事还没结束 但是我得做一个解释 就是其实 他就涉及到一个 就是关于心理罪询方面的 世面理论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关于安全感 一个是关于攻击性 那么就是 比方说像文涛 当你讲的时候 我就在猜 这仍然和你的攻击性 可能连在一起 你怎么老觉得 我有攻击性呢 因为你讲你的梦 就是前面讲的 那个被追杀 或者开枪 我觉得我很怂啊 我觉得真的 我竟被人攻击 我跟你说 他流露出来 全是你相反的那一面 对 你自己不是一上来就说吗 你看起来是什么样 或者相反的 这是你的理论呢 没有 我们发言攻击性的 这些方法 可能前面有个部分 关于安全感的部分 那么安全感 你看就是 我们睡觉的时候 得有一件事情 我们都得让脑袋松下来 是不是 对 如果你的思维很活跃 你就没法睡着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 他脑袋松不下来 比方比斯曼 他脑袋松不下来呢 就是或者为什么 后来这个人 就是当他这个江湖医生 就是出现在他床边 这样稳定了 接着几天 他就睡着了 因为当我们脑袋 不能放松的时候 因为我们脑袋 就是我们的自我保护者 我们的脑袋 它保护 你看我们其实 都有一对矛盾 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体验 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身体 就是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外部世界不安全 就是这个不安全 有多重含义 我们的脑袋 就作为一个 不能停止的一个部分 在这不断地转 对比斯曼来讲 贴血首相 他要操心那时候多多呀 是吧 所以他可能觉得 所有时候都靠他 也的确是 那个时候德国 都靠他掌舵 他要一松懈 他觉得国家 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他出现 严重的这个问题 当那个人 稳定在他身边 就对他说 你就睡吧 你睡着 有我保护着你呢 连续几个晚上 当他稳定地知道 这个人 其实这给他一种感觉 结果他又睡着了 当然这个故事 没有到此为止 你刚才那个问题 特别对 这个人后来呢 这个人后来娶了 比斯曼的女儿 有目的的是吗 他不是有目的 他本来他就是来做治疗的 结果后来他成为 比斯曼的参谋 后来又娶了 因为比斯曼的女儿 也多半会失眠呢 比斯曼离不开拓了 就相当于这样子 就用自己女儿 就不能跟女儿睡 就跟这个 比斯曼的睡 就跟老丈人睡 反正就是得站在那前面 这也挺吓人的 有一些人 我自己就是接触过的一些总想做事的人 就是他真的 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勤奋呢什么这些都有 但一定有一条就是他总是能量上超值 而且他就是 因为我就从我自己身上反观 我会人生中有一些时刻是跃跃欲试的 我想到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义无反顾 但那个后来我才发现 它是一种生理的特征 就是我在那当下 可能我睡了一场特别好的觉 或者我喝了两杯咖啡 因为我喝咖啡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兴奋起来 然后我的人生感受和决定都不一样了 我对未来的这种期望值不一样了 但可能就在下一天 一模一样的外部环境 我就是因为我这个觉没有 我可能睡得很累 或者我今天这杯咖啡我就没喝上 我的那种为难的情绪就很强 甚至我同样的事情 我的认知不一样 我能不能做这件事 这件事是不是足够难 或者别人在这里面是不是足够对我有助力 或者说甚至一个人 他在此刻说的这个话 是不是让我觉得很烦人 就是这种生理反应 后来我就发现说人是一架机器 它不是稳定的 它是受就是你的大脑运作和生理的这些要素 然后决定了你的想法和认知 这个想法和认知不是一个凭空而成的 所以我觉得你看 后来有一次我看那个小 是很早以前吧 有一个中医 当时我一个朋友去看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怎么老是睡觉特别累 他说你应该感谢 但我不知道这对不对啊 他说你应该感谢这个 你是个能量值不高的人 你就是因为能睡你还保护了一点能量值 他说你我告诉你啊 有一些比如企业家 或者是就是那种能人 他说他们除了他们其他的天分之外 最重要的是他的身体机制 比如说他很短 就是四个小时或五个小时 他真的不想睡了 起来以后他就越越欲失 他就有一种要攻克一个东西的这种欲望 这种欲望是生理机制造成的 对 然后剩下再配合他其他的能力啊 什么的 所以呢 但是如果有的人 他把欲望全部发现在梦里头 比如说你 他民族老在梦里头打枪 那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梦里子弹太慢了 所以我就问吴老师 就是你看像他所说的这个 有的人是在现实世界中 他能精神饱满 有的人就在睡梦中 他跌倒起伏 刚才你看我的解释 他有这个安全感和攻击性 这两个原因 这个安全感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想睡好脑袋得松下来 就是得有安全感 安全感就是你确信外部世界是安全的 而且这个安全就来自于外部世界 有人保护着你 而最初这个安全感就来自于哪呢 最初有一个稳定的养育者 他能够安全地在你身 他能够充满力量地 呵护着你在你身边 当你获得了这个稳定的感觉 你就获得了这个安全感 当你安全感住在你的内心里 你就知道就是确定的有一个 其实这是你内化的一个保护者 在你内心中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脑袋就可以随时的松下来 然后就是这些睡眠极好的人 通常给这个关系很大 我再讲关于攻击性的这个部分 攻击性我们存在 攻击性就是如果我们想 就是把攻击性给和解了 就是就是叫原始的攻击性 变成了带有生命 就是带有人性化的生命力 它需要完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恐惧 我们担心 比方我一打你 然后立马就被报复 就会被伤害 但是攻击性 照弗里德的说法 攻击性就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力 所以它就得往外释放 但是如果就是在小时候 比方说你的父母非常严厉 然后你一表达攻击性 啪就被打 或者就这时候 你就觉得你被惩罚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不敢表达 但是当你的攻击性 度过这个恐惧阶段 你就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 内疚 你就担心一表达 因为你攻击性 你发现你攻击了别人 然后攻击了妈妈 被妈妈接住了 你知道妈妈是爱你的 但接下来你就开始担心 如果我伤害了妈妈 怎么办 你就有内疚了 当有恐惧和内疚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发现 自己的攻击性 不能够很好的释放 它就不能构成一个闭环 一个蠻形 因此这些攻击性 不能够 就是比方说 你今天要做一件事 这个攻击性一升起 然后完成了这个过程 就是诞生 发展 高潮 衰落和死亡 这个事 你整个都完形了 结果等你睡着的时候 既没有恐惧 也没内疚 然后就是你还有这个安全感 你就憨然入睡 但是如果你白天 比方做了事 你又担心 伤害了别人 又担心别人要报复你 然后你这个能量 没法完形 然后你就有大量的 这个恐惧和内疚 当然这是简单的 概括性的说法 还有各种各样的 其他的感受 然后就需要在你 睡着的时候 用你的脑袋去消化 你看这就相当于 你白天有很多 能量的残余 有时候都不叫残余 甚至成了 你白天只表达了 一点点 就是这个部分 就比方说你讨好了别人 或者就是 你让步了很多东西 其实你这个能量 可能只完成了20% 结果你晚上留下了 80%的能量 那你怎么办 你就得用脑袋 去处理消化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 很难消化 然后结果会导致 你的脑袋停不下来 然后就算脑袋停下来了 你貌似睡着了 然后还在梦里头 这个有这种 自我安慰性的梦 然后去处理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和攻击性 它是就这样的 我听上了说 就处理就像扫尘 说你在晚上 你就像你在扫你的 这个大脑里的这个尘 就是扫地 对 或者说你在清理它的时候 这个你扫地不是就会 有一些沉烟泛起吗 这里边就是一些残存的信号 那这种 就是所谓这种 讨好性人格 或者咱们说一个更极端的吧 比如说古代的 皇宫里的太监 那他的梦里会是什么 照道理来讲 他们就应该 就是极大的可能性 是充满攻击性的 是吗 毁灭性的 因为他又是个奴才 他又没有 他就完全被压抑了 对 完全被压抑 是吗 对 可以做这么个推理 我问个题外话 当然我这个时候 对这样来讲 就是心理罪行人 有这么一个假设 包括刚才 那个问他 你讲的一个 很对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不能够瞎猜 我哪怕这作为专家 就是甚至经验 无比深刻 甚至证明我这个 猜得还挺 经常还挺准的 但是我们仍然 得有一个假设 就是当事人才知道 这个答案是什么 对 那么当事人 知道答案是什么 就是这时候 经济上使用的一个 比方在精神分析 取向的治疗之中 它就有一个 叫自由联想 就是这个自由联想 其实就是 什么是自由联想 你有一个重要的感受 对 那么这个 比方说你有个梦境 你梦见一条蛇 那么这个蛇 就是你去感知它 就是观察它 变得栩栩如生 在你的这个描述之中 那么这条蛇 它让你想到什么 又让你想到什么 这就叫自由联想 说起来就这么简单 但是每个人联想的 可能都带指不同的问题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吧 对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知道 当那个答案对的时候 你自己知道 答案是对的 所以它和科学主义不一样 就是科学路线 通过物理性的手段 通过这个客观的方法 能够侦测说 这事 这是答案 但是这个 就是我们的主观世界 就是我们的心灵世界 没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认为 用这个纯科学的手段 去研究梦 研究梦境 就是或者研究我们的内心 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 就存在这个问题 你找不到那个 就是可以简单测量的 那么一个东西 就说啪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 就成了这个部分 就是这也是心理咨询的 一个假设 当然不是所有的心理咨询 都这么认为 就是我们自己知道 那个答案是什么 所以你可能 就是有十个答案 就是当那个答案出来了 你说啪一句 你感觉这个东西 比出现 这个心理的结 对对 打开了 就是说 它是否是个标准答案 或者说是否是某个医生 告诉他说 你其实应该是这么想的 这些都不重要 对对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在发现自己 对你自己知道 然后你自己 或许也不用告诉别人 你自己知道 你分明知道你哪一个点 触发了你某一个东西 这个思考的过程 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就这个 就是至少是这个 找到答案的过程 找到答案带有一定的疗愈性 但也未必起到疗愈的结果 这个最近呢 我又看这个马斯洛 咱们大学的时候 就在说马斯洛五个需要层次 什么这个最低的 先吃饱了喝毒了 然后就会产生安全感的需要 然后是爱和尊重的需要 然后最后是做实现的需要 我觉得我们没有很认真的看 这个马斯洛的心理学 马斯洛他讲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说90%的心理学 都在研究的是消极面 病 就是说你为什么焦虑 恐惧 愤怒 失控 然后呢 包括就说 90%的这个睡眠研究 就研究 你怎么睡不着 你在想什么事 他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同样的经历 去研究正向的心理学呢 我们为什么不研究那些个 心态正常的人 然后我们为什么不研究 人性当中的慈悲 有爱 你亲情 父爱 母爱 我为什么不研究 甚至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研究那些成功人士呢 我们为什么都研究那些个生活当中的 好像是失败者 这个挫折者 他说 在这个正面人物身上 正面人物身上 我们同样可以得到更多 心理学的启发 就是说 那好的是什么 你不要老说坏的是什么 然后咱们对症下药 那好的能够睡的 那一瞻诊的就着的人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甚至有医生建议 你应该多跟这样的人交朋友 他可能 他性格当中的很多东西会 敢跟我交朋友 这个未必 这个未必 就是你和这样的相处 可能你睡得更糟糕 对比 制裁行贵 不不不 这也有证人物 因为这样的人他自己活得很痛快 你可能和他在一起 他的攻击性爆棚 就是你经常要这样 这算事吗 是吧 别这么想了 你别说六哥 就是这样简单的事 我的体会倒不是说会使我更睡不着 我喜欢 我确实喜欢交往这样的朋友 有些时候一说 我记得我们原来有个老总 老爷说还是煽动口音 多大个事 我一听他说 多大个事 我顿时就觉得好像确实没什么 不过刚才你说到这个马斯洛所说的 这个睡眠也好 或者梦的这个正向作用 我忽然想起 为什么刚才老想插嘴 我读过一本书 纳粹德国时期 纳粹德国的一个高层 你看他都是反方的人了 他说过一句话 大概的意思是说 在德国 唯一拥有私人生活的 是那些睡着了的人 就说梦 其实对于一个处在不正常年代的人来说 梦是具有巨大的疗愈 因为它是自由的 它是唯一不受控的 对对对 不受监视的 你想这个梦多了不起啊 梦是自由 梦是自由的 我一直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 其实梦是最无法分享的 你比如说我很少 我经常会看别人 比如朋友圈里说 我昨天做了个梦 我往往会滑下去 我不会看 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共情那个梦 他如果说我生活中碰到一个什么事 我是很感兴趣的 但我觉得梦其实就是说 你只能 你也不用给别人讲 因为梦是唯一不能分享的东西 因为梦哪语言说出来都是不准确的 对 所以呢 它是唯一你自己的秘密 你自己能识别它 然后 就是它是属于你自己的 你对自己的了解 甚至是某种自由 也是某种秘密 或者是也难以言传的东西 讲到这我也得说 你们讲的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得再讲 在弗洛伊德出现之前 谁对梦这么感兴趣 谁能够像弗洛伊德这样 就是把梦解到这个地步 所以就是我们 我一方面的说 我们确实是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 或者根本上 我们自己是自己解梦的 是自己的解梦师 而这个导案在自己内心之中 但你看在弗洛伊德出现之前 大家都觉得梦是神明难以理解的 而中共解梦都和命运连到一起 而梦都是各种各样的征兆啊什么的 但实际上你看这不一样 那到了弗洛伊德这儿 就假如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来发现 你也没法去讲弗洛伊德 这个解梦的这个方式是对还是错 但是我们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来讲 到了这儿 梦终于能够被系统的理解 我有个好奇 但怎么来证明他这个说的是对的呢 因为梦是无法证伪的 因为我们自己会知道的 因为我自己也经常会有一种神秘感 就是梦会有一种预兆性 对 是吧 我后来是看过一篇文章 他解释了就是梦其实没有预兆性 梦不能让你看到未来的世界 但是梦能让你看到自己 对 梦能让你看到过去 他说所谓的预兆事实上是 回忆 欲望和期待 这三样东西 或者这个比较吻合我的梦 我跟你说所有对梦的这个过分超能力的想象 我觉得是没有实证的 他其实是个反观 是往回一看 可是呢 我觉得他对我们非常有意义 甭管他在生理上客观上起到了 是不是脑脊液要冲走那个嘎嘛 什么是吧 那个都无所谓 北他 北他 对吧 甭管那嘎嘛还是北他 但是呢 对我们来讲是得他 不是 我就说什么呢 我说对我们来讲呢 他为什么特别有意义 你刚才讲的啊 就是你看我有 他把一些感觉啊 串联起来 因为我曾经在我们这个节目里 那个我曾经讲过 就是说 我的母亲这个中风 中风之后 他就不能就就不能说话了 那当时呢 我在黄山脚下 那等于说呢 他到医院 没几天就失去知觉了 那他只是在电话里 给我说了一个话 就大概就要问他啊 我没事 就很无力 那就等于说 是我母亲最后一句 我听到他的声音 当时我有一个特别的印象 到今天都记得就是 因为他特虚弱 所以你就会觉得 他这个声音特别弱 但是又特别温柔 特别的温柔 又无力 你知道吗 就是那么一种感觉 后来呢 也涉及到给他找医院啊 什么这些问题 然后呢 前些日子 我就做了一个梦 好像就是梦见呢 我妈妈这个这个重病了 然后呢 我就抱着他 我就记得我是这么抱 我这么抱着他 这么抱着他 他这个头啊 就在这儿 他的头就在这儿 那因为那种无力 他的头就是这样 就这样 哎呀 就是软软的在梦里啊 就靠着 当时我就在抱着他 在两个医院的楼梯中间 好像是在跟我哥哥和弟弟在商量 哎呀 那个医院没有停车场了 他说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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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医院这个医生什么不接诊了 大概就是在梦里就交集 我就站在当劲 然后呢 我妈妈没有出声啊 但是我就记得他这个 这个这个头啊 非常无力的 又很温柔的 在我的 就随着我抱着他跑啊 他就这样 这让我就是 他听到当时听到他声音 就是这个感觉 但是在梦里 他是以一种 他的那个柔软无力的脸 以触觉 和他的发丝 就是跟我那个声音的 那个感觉是一致的 我就说梦啊 让我们怎么说呢 刻印了 或者说让自己重新认知了 哎呀 这个梦醒过来之后 我就又想起 就是我 我母我母亲最后跟我说的 这个这个话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看在梦里 他是一种 我抱着他跑啊 他就瞅着啊 就一个像昏迷的人 但是 就那个发丝又又浮过 就这个触感 就你把那个 和那个听觉的那个 是完全 我在梦里知道 是完全一致的 我会觉得梦里的那个感受 之 之深或者 就是那种 嗯 我就感觉好像人 可能你在现实世界里 还是不是虚伪的一个壳啊 还是你就是有表皮的 嗯 可是在梦里的那个感觉触觉 或者所有的通感 加起来感觉 就是去除了表皮 对 我感觉是直接 裸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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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了你自己的心 对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其实跟父母之间 都没有太多的情感交流 对对对 都是那种 但是你要也是 我只有在梦里 我梦见我父亲 我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我们经常会说很多话 甚至那种感觉 特别丰沛 特别饱满 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 我父亲既然活着 我相信也不会跟他 有那么多表达 梦里头是有 就是真的特别痛苦的时候 我会醒来 会觉得心脏疼 嗯 是真实的疼 不是 不是 某种比喻 那咱们三个病人 那你先做个心电图先 真的吗 我会偶尔啊 但是我会经常是 比如说下午睡觉 睡过了 那个是梦魇 不是 比如睡过头了 一直睡到傍晚 有时候起来 就会觉得特别绝望 就跟你讲的 还不是梦魇 其实就是讲到 你睡的时候不能太长 因为这是给睡眠的 这是个睡眠的科学 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为睡眠 就是它 一个完整的睡眠 它需要 就是先 就是那种 一期二期 三期四期 它走完这么一个部分 而且就是它要再重新 从前入身 然后再这样出来 它需要时间 你可能得比方 两三个小时 你才能够完成 这么一个部分 就是或者是 都说四十五分钟 大概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如果你睡得很久 结果会导致 就是你 貌似近的身 比较深了 但是你又睡得不完整 所以那个时候 你进入一个 特别难受的状态 但是在晚上 我们比方睡 至少五六个小时 甚至七八个小时 甚至十个小时 你整个的 让这个睡眠 是一个完整的状态 大小周天 醒来是傍晚 是最绝望的状态 对 这是为什么呢 不知道 咱们三个病人 都是同样的症状 有这个感觉 醒来的时候是傍晚 好像有点 会觉得内心特别灰暗 对 我就是 下午三点以后 我就绝不敢 让自己 就再困都不敢睡觉 你都躲避这种睡眠 我会躲避 就是下午三点以后 因为我知道 醒来是傍晚 那就是 就是一种莫名的绝望 就你一抬头 因为你睡的时候 天还是亮的 你一抬头 这醒来的时候 就是 就是华灯出上了 不是你平常看到 傍晚的那个感觉 那个安稳的感觉 他这个人的状态 他就是跟体温 有关系 比如说你睡得好了 你发现你睡不着 你的身体 就越来是始终是热的 你睡醒了 睡好了 身体就凉了 然后呢 有个体温变化的规律 就比如大多数人 从早上起来 看见天光 那体温开始上升 上升上升 然后呢 这个到午后 又开始有点往下降 然后大概到傍晚 据说是傍晚六点左右 又有一次这个上升 然后就逐渐又 体温又有点下降 这一天里 要是年轻的健康人 大概幅度在1.5度 体温1.5度的这个变化 你状态好的时候 就是 就是起来的时候 是吧 所以他们就要 短睡午觉 也是有道理的 我还有个感觉就是 我要知道 那个黑暗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看到那个天 你每天都能知道 那个天光渐渐暗下来 我觉得生理上 是有感受的 但是睡 下午三点以后 如果你睡起来 天已经黑了 我就觉得 那个黑暗是在我 它是偷偷进来的 它没打招呼就来了 我就会有一种 巨大的被压迫的感觉 所以这个人体 是最复杂的宇宙 对吧 它我觉得 它最复杂的地方 在于它是能动的 对 没法把人弄死了 研究 就是当你搞清楚的时候 你解剖它 解剖它是死的 但是它活的时候 就这个能动性 我觉得 所以心理学 可以大广阔天地 所以说心理学 也有一个巨大的矛盾 在那儿 你看就是 心理学研究人的主观世界 主观世界 也不能用客观世界的 那一套逻辑去研究 但结果它导致一个 就是很难被 就是标准化 很难被量化的 这么一个部分 对 你比如说标准 我跟你说 我都有这个 我都有这个数据了 小超又来了 临近正午或傍晚 人的状态最敏捷和活跃 无论前夜失眠与否 你的思维 还是会随着体温上升 更敏捷 听起来全是在自我宽慰 他就小超完了以后 有底气了 他都提起 腰杆都硬了 没错 你要失眠的人 我个人的体会 不能作为什么 就是说 你要告诉自己 没事 你少吃顿饭 你饿呗 但你为什么 没有这个焦虑呢 对吧 你少睡顿觉 你干嘛 那么当回事呢 就我有一些 有几个特别严重的来访 他们就有这个 就是严重的睡眠问题 他们有这么一种逻辑 他们觉得自己 白天状态不好 就是因为晚上睡不好 比方说白天 一般世界两个 工作状态不好 再一个就是 人际关系就是处不好 他觉得自己是因为 晚上严重的没有睡好 所以他们一直 存在这么一个逻辑 如果晚上睡好了 第二天 就有个好状态 就可以好生活 好工作 结果 我自己就都能 开出俩药方来 一个药方叫 用早起 促早睡 就是你必须 早上早起 你说 比如早上六点钟起 你看你第二天 还睡得晚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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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就像小孩一样 我带小孩就是 你白天不耗他 他晚上就耗你 对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白天得耗 所以他们的逻辑是反的 对啊 其实 当他们偶尔有一天睡好了 结果发现第二天还是工作不好 然后接着下一个晚上就睡不好了 所以后来那时候我们总结说 这个逻辑应该是反过来 对 你得把你的能量给使出来 对 把劲儿使出来 这样你晚上肯定是不饿 怎么使呢 就是就是就是攻击性 释放你的攻击性 别是攻击谁呢 白天被老板骂了 吴老师你 白天被老板骂了 晚上攻击谁呢 你觉得说完了 我们都躲着他走 攻击性是一个那个简单的说法 就是我们一般把他理解为要打人 不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 我认为勤奋的人基本上不是不失眠 也不会 你不能那么说 这个很多人是勤奋失眠的 对啊 非常勤奋的在失眠 对比方 你这种不失眠的人 就不要替失眠的人总结 他一战战的就着 对 比方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 但你看在你这儿又不适用 就是假如你今天 这个节目做得很好 你觉得今天该说的话都说了 该该 有一种圆满感 然后到了晚上 你可能到头就睡了 也不会 但你看你又不会是吧 但一般的道理来讲是 你白天把自己的劲儿都使出去了 然后到了晚上 你就可以就睡得很好 就 但是失眠的人大部分都是说 我很累呀 我很累 就是我觉得我劲儿已经精疲力尽了 大家就是睡不着 但是那个劲儿是 困而睡不着 那个劲儿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思考在使劲儿 就是你在思考上使劲儿 相当于这样的 你想表达攻击性 你把它压住了 然后思维 压在这儿你就觉得难受 你想多一点 结果思维和体验 或者思维和攻击性 构成了这么一个过程 如果你使劲的时候 你发现你是比较顺的 然后你就这么 当然你看讲到这儿 我就说我也不是这种人 你是失眠的 对 反正我是不敢说话 因为我 因为您是睡得好的 其实这事我现在想很简单 就是有一个预值啊 是你真到了需要专业医生帮助的时候 或者专业的心理学 那您就去看病 对吧 但是呢 就我身边的 从十几岁的到七十岁的朋友们 好像现在说谁十二点以前睡 那都是不现实的吧 有一部分人是确实工作和压力 有刚性的压力 客观的 对吧 但是更多的人 您觉不觉得 没错 他舍不得睡 对 所以我们可以做个广告 你想睡眠好吗 把你手里的手机换成书就好了 这是 以前我没有这个习惯的时候 除了看书 比如睡前做什么事 是不是都需要 哪怕睡前妈妈给你讲个故事 是吧 对 你可能都要比这个累 我现在有个时机判断 就是睡前看书 如果看到那个几行字 反复的看 看了20分钟 还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时候 对 就是看到这又往前爬一下 对 往前爬一下的时候 对 小南你说你梦见的东西 跟你睡前看的东西有关系吗 这样 我觉得没有马上的关系 我觉得没有马上的关系 转化成一个恶趣味的问题 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一个姑娘 我跟她相爱 我抱着她睡着了 我在梦里面还会梦见她吗 一般来讲不会 我觉得不会马上 对 所以这个是 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您的问题 我有翻译 在那个 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军队里的 那个心理医生 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晚上一个人梦见的内容 和白天 比方是战争期间 直接相关 甚至都很像 这个人他已经出现了创伤 创伤了 就需要就是 让他离开战场 对 他是立刻的 立竿见影 因为我们讲到 就是虽然我们的思维 有很多问题 就是但是思维 有个巨大的保护功能 还有一个瓶病 对 白天信息冲击太严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得知道 我们的心是有限的 我们得通过大脑的防御 接着自欺欺人 把很多信息筛掉 然后就允许一些 和您类型比较相符的信息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 他梦 难怪陈小南老师说 你看他生活中最壮的 肯定是他女儿 但是他从来没有梦见他女儿 很少梦见孩子 特别幸福 我在梦里自己都说 我好幸福啊 我此刻 就我梦里经常能生出另一个自己 知道我在做梦 那是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感觉 车在前面荡漾 就是然后路边是大朵 大朵的花 金色的和红色的 好奇怪 就是那一次 因为我是色盲 所以我经常会有颜色的梦 这我觉得挺好奇 我现在是回忆不起来 我的梦的颜色 你的梦是没有颜色的 就是我说不出来 意识不到 我意识不到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通感 就像我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梦 它是一团感觉 但你让我回忆 我甚至回忆不起来 它有颜色没颜色 只有这一次 我有意识它有颜色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 因为我的梦极其丰富色彩 而且我常做这么一种梦 这个梦也是很经典的 我花了多年才 逐渐地把它解开一些 因为我摄影爱好者 就是重度发烧有 结果我经常做一种梦 得做了至少五六百次了吧 梦见无比 就是规律辉煌的风景 那个色彩 现实中根本就达不到 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太震撼了 就是我就拿出相机来 结果不是相机坏了 就是镜头坏了 就是拍不下来 然后这五六百次梦里头 只有两三次 就是把它拍下来了 但是只有一次是完整的 就是所见即所得 然后就是把它拍下来 那你像我们那个号 播不出去一样 这是属于你打不着人 可能跟颜色无关 而因为你关心摄影本身 我梦到那个金色的大花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就会感觉 我就觉得是难以言说的幸福感 你比方说有各种各样的穷凶极恶的犯人 这些犯人只要和人在一起 你怎么惩罚他 可能都不害怕 但是你把他关在角色屋里 然后把他身体给控制住 然后对他们来讲 是最恐怖的体验 你可以说因为它进入全然的黑暗 其实我们对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睡眠好 一个重要的部分是 我们不能够进入全然的黑暗 就是因为我们最好让自己的意识 让自己思维全停下来 这时候你才能够 酣畅的淋漓的这样去睡觉 我觉得我身边那些 我觉得超不过五个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极好 就是他们这辈子 每天都像是享受一样 活得痛快淋漓 所以对他们来讲 就是白天活得很精彩 晚上就可以憨然的死去 第二天醒过来 继续就是这么淋漓尽致的活着 然后晚上 那我们好惨 我们是说梦里很精彩的 是属于白天比较无聊 或者是白天有未达成 未达成的愿望 你这叫什么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赏瘫欢 你就像她的这个梦 对吧 像什么连外雨缠缠 什么春意蓝山 罗亲不耐五更寒 对 是吧 然后你看他 他失了国 他失了国了 然后呢 这个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赏 你想他在梦里做的什么梦 他在梦里做的就是他那个 原来在他的 我把这个再用一个正能量的 这个给 就是正向的情绪的 我记得帕斯卡尔的有一个 他大概的意思是说 当一个农夫 他连续十二个晚上 他在梦里他都是国王 那他就会像一个国王连续十二个晚上 在梦里是农夫一样幸福 对 这个话说得好 就是这样梦里乾坤大 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 有岁月长 对 不要喝酒啊 就是你如果你的生活 是由一半梦组成 一半现实生活组成 那么你的人生 就是这两个人生病鬼呀 那么你你的 你不要管他哪个是真实的 他那个梦里的那个好世界 也占了你人生很大一部分 它是真实的 你的体验在那一刻也是真实的呀 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只能当国王 那梦里还可以做农夫啊 做豹啊 梦也是丰富我们人生的一个 很大的部分呢 就像睡眠也占据了一辈子 三分之一的这个时间 而且有意思的是 到现在为止 科学还不能完全告诉我们 就不能有个定论 人为什么一定需要睡眠 对 没有结论 人为什么会做梦 没有结论 有各种这样的理论 就像电脑重启一样 它就必须得重启一样 因为我自己感觉 我在半梦半醒之间 我是思维最活跃的时候 而且是 那个速度是比我平常的速度 要快很多呗 我会自己吓一跳 你突然讲这 就是它是万马奔腾 我很多人生中的 我这件事要怎么做 大的决定 和一些新的主力 最好的灵感都来到这 真的就是那个时候 像光速似的 你会知道 我下一个念头 那像他这样的 如果没有这个时间 那豈不是很可惜啊 所以我们说梦有自我安慰性 和这个创造性是吧 它这个创造性的部分就很强 其实这时候我们就问一下 为什么要睡觉 为什么这个梦又具备 当有创造性出来的时候 具备这么不可思议的力量 其实就是说思维是有限的 思维极其的有限 甚至极其的狭窄 我们不要觉得这个 自己的脑袋多么了不起 这个潜意识无比的宽广 而且它可能是根本性的东西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梦也好 潜意识也好 它是通往存在 通往那个中国时候的道 是吧 就是当我们能够和 那个道合一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是最深的滋养 那是回家 潜意识是一个 我们还不太了解的 一个属于自己 但又很陌生的大的世界 这是 我会这样来理解 就是有一个人格理论这样讲的 就是我们人格分三层 表面叫做保护层 其实就是我们的脑袋 接着一层叫做痛苦层 其实又是感受层 你和痛苦和感受 直接连在一起 然后最深的一个叫做真我层 我们需要进入的真我层 进入真我层 你会感觉到彻底的安全 防御层 今天的防御和谈什么创造 当你有创造的时候 其实都是和真我相连 但是当你进入真我的时候 需要经过那个痛苦层 但是我们为了避免痛苦 我们就不想进入到自己的体验 不敢见到真我 对 我们就拼命地让自己脑袋不停 其实停不下来 但结果脑袋停下来之后 其实你进入的是感受 进入的是真我层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梦 睡眠这么的重要 因为我们需要让自己的意识 停下来 我更相信这个最基本的假设 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是 因为有了痛苦的体验 所以我们需要制造意识和潜意识的分裂 就是当有意识潜意识的分裂之后 然后就产生了这个 我们需要用各种各种方式进入的潜意识 但是假如你作为一个人 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识的潜意识的分裂 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 然后最终你发现 这个为所欲为没有和反社会什么联系在一起 你发现这个想干嘛干嘛的人 他自己活得很爽 还把周围就是制造了很多创造性的东西 但是这个 咱们就是不够为所欲为 所以咱们老猫在梦里头 没错 说白了 我们就是太动过别人 因为我们觉得为所欲为会带来恐惧 会带来内疚 所以就是我们这样收缩着 然后就制造了 想干的事这辈子都没干 都没怎么干 越想越睡不着 但是梦里乾坤大 梦里的满足 也是真满足啊 也是满足啊 你感觉到了 谢谢大家